三个心灵坚守的故事 作家洪晃曾在一篇文章中 讲述了他在巴黎卡迪亚高级珠宝作坊参观时的经历 那一次是参观钻石的切割与镶嵌工艺 有位抛光师是负责把珠宝的底件在镶嵌之前进行抛光 他用一根细棉线穿进要镶嵌的珠宝的座眼里来回抽动 以此对里面进行清洁 让洪晃不解的是 就连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 他也认认真真的进行擦拭 洪晃问他 这些部分在镶嵌以后谁也看不见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抛光师抬头看了洪晃一眼 说没有人看见并不说明他不存在 至少上帝在看呢 元代有个叫许恒的人 有一次从河阳地区经过 当时正值剩下酷暑之际 他走得又热又渴 路边恰好有一棵梨树 树上接满了梨 当时很多路人争抢着摘梨池 只有许恒没有摘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其他树下乘凉 同行之人问他要不要也摘几个梨池 他摇了摇头 说不是自己的东西 是不能随便拿的呀 众人一听就笑了 说这棵路旁的树 哪有什么主人啊 许恒说 即使我现在眼睛看不到他的主人 但我的心中还没有主人吗 在清朝末年 山西有一个商家 女主人姓佛 想在自家堂屋里立一座佛像 便请了一位老实将负责雕刻 他要求佛像座高两米 后半身镶嵌在墙壁内 老实将很爽快地把活接了下来 他先带着两个徒弟去食材厂 选好了材料运回作坊 然后便开始进行粗雕 他们先按造像梁渡经理规定的尺寸 凿出大致的轮廓后 接着开始仔细加工佛像的正面 眼睛 鼻子 连眉毛做的都一清二楚 正面加工完以后 老实将吩咐徒弟开始雕刻背面 其中有个新来的小徒弟 见此情形十分不解 就对师父说 师父 东家不是说了吗 这尊佛像后半身要镶嵌在墙壁里的 我们把正面雕好就行 背面谁也看不到呀 老实将听完以后 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做生意要讲究诚信 眼睛看不到 但心能看到啊 小徒弟听完 满脸羞愧 对老师父又多了几分敬重 百年之后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位商家的老宅洞迁 人们在拆除房屋的时候 原先隐藏在墙壁里 佛像的后半面也露了出来 在人们看到一丝不苟 金雕细刻的另一面佛像时 不禁对前人的用心 以及匠人精神肃然起敬 上面三个故事中 抛光师的至少上帝在看呢 许恒的心中有主人 以及老实将的心能看到 三者反映的都是一种 共同的道德品质 这就是永远在心灵上有所敬畏 永远在心灵上保持一种坚守 这种坚守是一种自觉行为 它并不依靠在外力的约束下 被动地执行 也正因如此 这种自发性的心灵坚守 才永远让我们仰望与追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